生存第42天早上7点钟 昨天晚上连夜制作了几个带刺铁丝网 我脚底下这天区域是必须要围起来的 生存天数呢马上就要来到50天 目前游戏的难度也达到了15.6 虽然这样整的话还是多少有点瑕疵 那就是没有办法预防这些远程攻击的丧尸 这个确实也是没有办法 远程攻击的丧尸 我们就采用远程攻击给它消灭 上期视频有粉丝问我 问我生存天数为什么跳跃这么大 我只能说吧 有时候出于探索 往往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一天的时间我什么也没有探索到 没探索到宝贝 我在视频中就不会展示 所以说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生存天数 你们就在意一下生存难度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下 刚才你们看到的传送石 我胜利大部分的兄弟们应该都不陌生吧 没错 自从我发现了传送石碑可以挖 其实呢我一直在暗地里准备梦影珍珠 但是呢我今天一看 这梦影珍珠居然可以购买 当然了如此稀有的物品价格嘛 自然也比较昂贵 先花500块钱购买一只湿毒药剂 中了湿毒之后太烦人了 咱就说这个生存中就没有一种东西 可以免疫湿毒吗 相对于湿毒药剂 梦影珍珠的价格就显得比较低了 100块钱一颗 几乎是清一清所有 现在我们来制作传送石 有了传送石之后呢 以后探索我们就方便很多 我一共制作了两个传送石 第一个传送石呢 我制作了一个止路石 第二个传送石呢 我们就留下 用它在止路石之间来会传送 就这样 很快啊 时间就来到了生存的第44天 今天住静又是不平凡的一天 注意左下角 丧尸他们又来了 这我愿意称为丧尸暴动 跟血月还不一样 今天晚上竟然不能睡觉 把我家的枪械给他整理一下 家里能用的枪还是非常多的 什么P90AK的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子弹也不少 一晚上的时间过得也挺快 昨天晚上丧尸暴动 现在我基地的下面肯定有好多丧尸 之前我已经成功放置了带刺铁丝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早上我肯定是一波大丰收 兄弟们 怎么说 今天早上是个大丰收 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可是真等我下来之后 我还是大吃了一斤 刚才底下这个能蹦能跳 好像还能玩自爆的家伙 是什么东西 难度现在仅仅是16.4 你们看 还有一只很明显 被我的带刺铁丝网给刺到了 他现在正在疯狂掉血 好 经过他的一系列调整现在没有事了 这个头感觉有点大呀 这种怪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我能不能够拿捏他 说实话 我心中没底 连续开了七八枪 应该是枪枪命中吧 这家伙到底有多少血量 刚才被我的带刺铁丝网扎了一阵的 我又给他来了七八枪 居然还能安然无恙 我得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好家伙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内赫莫斯 怪不得我打了半天都不死 人家有一百多滴血的哥们 现在我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内赫莫斯是个什么玩意儿 其实我对这个怪并不了解 但是呢 主赛任务上有这么一个选项 内赫莫斯的血液可以制作一种钉 具体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这种钉呢 非常厉害 他制作出的武器伤害非常高 今天既然被我遇到 我是肯定不能放过他 制作几个空瓶子 我们看一下 空瓶子对他又见之后 能不能采集到他的血液 好 空瓶子拿到了 我又下来了 此时的你们肯定跟我一样非常纳闷 为什么我离对内赫莫斯 如此之际 他们却不攻击我 我只能说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个 不仅如此 你们再看 我现在使用大拍子打他们 他们好像也并不掉血 不会是卡了吧 这是当时我的第一想法 拿出空瓶右键 也不管用 看来他这个血液 应该是个掉落物 如果真是掉落物的话 我该怎么对付他 大拍不打他 他不掉血 下来之后 他也不攻击我 一时间还真给我整不会的 那就不管了 先把这些臭剧蓝虾给他办了 一顿操作梦如虎 世界总算是安静了 这掉落物呢 你们随便感受一下吧 除了没有经验 你们说啥没有 回家整理了一下背包 等我再下来之后 三只内核莫斯 现在只剩了一只了 其他两只应该在刷新走了 既然我的枪 可以被他免疫伤害 我回家又制作了几个铁丝网片 在他脚底下随便比划比划 看看还能不能像刚才一样 对他总的伤害 就这样 整着整着呢 就到了晚上了 怎么说呢兄弟们 怎么整都不行吧 你说他是卡了吧 好像也不太对呀 你说他没卡吧 他一动都不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神奇的阴幕发生了 这哥们忽然就动了 你知道吧 当时说实话 我真是吓一跳 但是吧 他又好像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他也不打我 我有什么可怕的 看到他中了我的陷阱 我就更开心了 等着吧 一共40滴血了 我去 死亡还玩自爆 这有点厉害了啊 现在我也是啥也看不见了 一不小心碰到了铁丝网 也有我的 来吧 问题不大 看下掉落雾 内赫莫斯的血液 果然是掉落雾 同时呢 我也明白了 内赫莫斯只能在夜晚行动 白天的时候 他好像就会跟雕像一样 一动不动 这也就是刚才为什么我打内赫莫斯不掉血的原因 开挂了 不动了 等太阳一落山 人家又复活了 玩的就是这么真实 来吧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内赫莫斯的血液到底能干嘛 他可以来制作灰绿炎定 不如我们来制作一个看看 按铁定也很好制作 多落金华加了铁定就可以 炼烟棒的话 我们可以来那贸易战购买 刚好得到四瓶内赫莫斯的血液 可以制作两块灰绿炎定 最后我就制作了一把灰金剑 攻击伤害18攻速1.6 之前在我这里攻击力最高的当属于是电锯 他的攻击伤害为9 现在这把灰金剑攻击伤害可以达到18 整整比电锯还多了一倍 今天的怎么说呢 完全没有想到能遇到内赫莫斯 看来我这个带次撇丝网还真是白对的 目前经验21级 想办法高到30级 把这把灰金剑给他付个膜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